相礼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相礼相亲 今天来相亲的是一位非常孤独的男人 大哥呢 名叫刘德竹 今年67岁 刘大哥的孤独啊 源于他的深情 两年前呢 刘大哥的妻子啊 因为癌症离世 这让大哥呢 一时间没能从痛苦当中走出来 反而呢 越陷越深 为了摆脱这样的痛苦 大哥呢 主动去学习了唱歌 尝试着呢 每天断练身体 让自己呢 别闲下来 可是呢 每当刘大哥唱到爱情方面的歌曲 或者呢 跟朋友唠嗑 看电视 聊天 聊得跟感情相关的话题的时候 他都会再次回想起 他跟老伴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有的时候啊 甚至会流下眼泪 这得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才能让刘大哥如此的执着 但是呢 大哥说了 他知道啊 凡事呢 都得向前看 自己呢 也不想越先越深 一直孤独着 唱歌锻炼不能帮他走出来 就来求助我们帮他走出来 看得出来 刘大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单凭他对待感情的执着劲 咱也得给大哥呀 重新寻找一份心理的牵挂 刘德竹叔叔 您好 这脸是怎么了 吃药吃吃 过敏了 有点过敏了 哎呀 那痒不痒啊 不痒 还行 现在好多了 没啥事是吧 相亲主角刘德竹 67岁 长春世人 园林管理所退休 退休金1300元 两段婚姻 第一段离异 第二段丧偶 一个儿子 有住房 由车库改装 30平米 你家是在这住啊 对 这是个车库 车库 那带我们去参观参观吧 走吧 走 先看看 走 这东西都是你的呀 嗯 这东西挺多呀 这啥都破烂的 这车库改造多长时间了 改造有二年吧 两年 嗯 冬天前冷不冷啊 不冷 冬天前到24度25度现在 24度 24度 到时候他天气给的都不高 如果高的话得砸到278度 啊 在屋里看看吧 啊 这个屋子多大呀 说 30 30平 对 你原来也没有房子啊 有 在那边给我儿子了 给儿子了 嗯 儿子结婚了就给他了 也是为了儿子 对 给他腾出一根房子 那你这父亲这个挺尽责呀 不是尽责 那你那这都是毕严的呀 谁都得给整啊 这利用的倒是很好 我看你这啥都有啊 看这些电器该有的都有 这是微波炉 嗯 平时自己做饭啊 对啊 都自己做 吃啥做啥的 这一个人 好多 啊 白天给叫晚上不给叫啊 反正睡醒就要 回来中午就这一鼓子呗 待个三四个小时 干了那个工行 大惊 在工行大惊 现在 对 啊 晚上在那住吧 嗯 啊 这个电脑平时干什么用啊 这电脑 刚才学那K歌啥的 你还会唱歌啊 我就跟那K歌玩玩 还有这爱好呢 对 那一会儿给我们展一展是吧 看你K歌 唱一下也行很 这都是你唱过的啊 嗯 有时唱的有的有的没有 这么多啊 就是都是跟的小 好 我的心啊 在天地 天边那么一片 遼阔的草原啊 草原如期 我爱你 我爱你 深深的河树 深深的孤若 我被人杀杀人 我的喜爱 我爱我的 慈恋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熟唱的不错啊 是不是你经常在家都K歌啊 没事吧 就跟他来学一学 我是可算知道你这边这个小音箱 这到底是干啥用的了 对 这个就是 这个也是啊 对 就打个街上来牙方就跟他整 啊 对 这是一个什么时候非常难啊 这就是我老板走之后 从这种状态解读不出来 解读不出来 总之是麻烦的 自个儿掌握心情不好 这是自己找点乐 这个歌曲上啊 有那些悲惨一些的歌曲 把它听就不得见 就能够起来 就能想起来 对 商长歌都得多呀 是不是啊 商长歌都现在处得多呀 太不得见 开心点说 曾经刘德竹与妻子恩爱有加 每天与妻子一起锻炼一起买菜做饭 两年前 妻子因为一线癌去世 从此家里只剩下刘德竹一个人 突然而来的孤独感 让刘德竹很难适应 为了排解心中 对妻子的思念 刘德竹想出了很多办法 但是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种人家说 就是看怎么去想 嗯 你要是 快了一点 就是 温暖菜方面去想吧 一点事都没有 他有的时候就是 写着楼车啊 或者 看个电视了 是不是 有那种 感情方面的事吧 就好像有一点 就有一点不得劲 可能还是有一些共鸣 因为歌曲都是 歌曲要的时候都有 你得出去溜 他不能总管是这样的 大爷子不行 把这个精力 没全都投入在那 还能差一点 想一些别的 想那些 哎 你要是都想在那一个地方 那人都完了 我瘦很多啊 要是我挺胖的 他说你都缩老了 他说你出去干的活 这也属于三三斤 你能好点 上外边 那边有个电视台 有个大炮子 他们有钓鱼的 我当时再瞅一瞅 看一看 一流子和一婚女一天 也挺快 Lin Joe的时候 那阿姨就说了嘛 他说我最不放心的 他觉得 他有个妈 有个妈 当时就是我妈和你 让我放下 你说你家长 再放不下 你能留吗 你能留下吗 他留不下呀 是不是 病了多久 两月零二十八天 记得这么准 那我一天没落 我一天没落呀 该去医院呢 天天陪着 老丈娘都说了 他说我们去医院 你呢 带来过去医院 人人 都搞不这医院 你呢 他还要 我去找你 男人情投意合 虽然咱们很穷 咱有善良的心 我心对你好 那匹啥都好 没有一个心对你好 就你再要这个要那 东西给它堆在你 你不快乐 那有啥用 是不是 你快乐很重要 快乐就行 快乐能过了一天 你俩人有这个意思 咱们就出去这游子去办 演员得差不多 演员也挺重要 对 演员得差不多 王树荣阿姨 请进吧 阿姨 这是姑娘 这是姑娘 长得真像 不说姑娘不怎么过来吗 这这咋过来的呢 我告诉你 这在跟前二个 离得挺近的呢 她是四半远 我这是二半远 相亲对象 王淑蓉 六十六岁 长春世人 丧偶 无退休金 三个女儿 无住房 现居住于大女儿房子 我就是吧 正经八得的第一道道 就是能存一个老台 我 我不会像人家说 初一啊怎么的呢 让她别人说给我 接对象 我说接对象 我说我都不会做菜 不会做饭 她说你有几 不会做菜 不会做饭 我说那我就不会做 帮我帮 我不喜欢催五做六的 就我最晚就是会 我也说我不会 我就是不愿意催 就不太会做饭呢 那我看看你厨房 看看到底会不会 啥样 我会做饭 我也会做菜的 我啥我都会 你说我不会做饭 菜饭大啥啥都有杂整 刚好我现成的 我个土豆片 我整的白菜片 都吃不完 我刷了 我看看你这冰箱里 冰箱里没有啥了 我这一天我准备 我想要上我没有的家去了 这也没有啥呀 没有啥了 今天早上有咖啥的 苹果还是这一半的 这是吃剩下的 昨天我哥倒锁了 没有啥了 白的也是这样 那你这 是平时因为自己一个人 所以就是 有方我就对付啥点 但不过有时候 我也不改家 还是比较对付一些 有时候就上我姐和妹儿家去 不是我妈这也是比较节俭 也舍不得买啥 这一位子吧 因为我家穷嘛 这舍的 您在从小为了我们啥 舍不得也吃舍不得穿啥 帮我洗碗子 舍不得挂钱 那时候 我就是从来 我没说是善言的女的 就想啥吃啊 我不知道想啥吃 我还没有劳保 那她那花销咋整了 她花销 我妈有发足多喜 就我们有时候吧 就有多有多给的 少一少给点 把她杀谁 她只谁给我点 那我这儿啥的 我外公我这儿啥都给点 谁来传门谁给几百 就这么的 就这么活着 所以说就是可能 节约一些 对 所以就节约 那不得给农村待贯 也节约一辈子了 真的不如说现在节约 我现在不能正老了 正节约了 我先我找个老头吧 这还能减轻一些 负担一下的 我是有这么个准备 我要是条件好吧 我也不找 我就告诉你事情 我这一言 自由自在多好 找不找三言 不图这多钱 就图书花落客 也好 那对我妈好点的 互相有个照片 到老去行 这解说的对 还是得找 咱上那个方姐来看看 走吧 走吧 这叫床铺得挺工整啊 不许我们家也没有啥 不许我们家条件不好 也就是这些东西 条件不好 一个也说自己条件不好 条件真不好 真的 你看我这是啥 他们谁来吧 我都告诉 我说你要吃饭 就自个买东西 买菜啥的 我说我吧 条件不好 来个去住 你看谁来谁去买东西 我看看那个阿姨的柜子 我这柜里很烂糟的 不过一句没有啥 还真是挺简单的 这就这几件衣服 那也没有啥碗 那你像东装呢 也没有啥 这不就这边吗 就是你所有的衣服都在这 那 还真是不太多 没有啥碗 是不是 这些年条件就这样 王淑蓉的家 非常的简洁工整 可以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勤劳顾家的女人 因为曾经靠打工 挣钱来抚养三个女儿 她不敢乱花每一分钱 就这样 她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 可是即使再苦的生活 她都熬过来了 却抵不住独自一人时的孤独 人家都上班 都有工作有家 像我老姑娘 早六点晚六点 在地钻厂上班 两头不见日头时间 要加班吧 就得十一点回来 晚上十一点 哪有时间才来看你了 人都有家 就这个就整地吧 这玩意得咋说你 自己梦自己圆吧 那我四月份的 然后我就正心思 我说我要突然间 要是迷糊那天吧 死到屋里头 就谁也不知道 我也挺相符的 就这么地儿呢 那你现在想找一个什么样子 我就找一个爸 他能养活我 骑我这样的 到冬天让我穿冬天 到夏让我穿夏天的 能吃油 长个小兵小杂的 你能拿我当回事 能给我看 我就想找一个能理解我的 跟我俩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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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叔叔 你这等着呢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家阿姨 王叔容 嗯 刘德竹叔叔容 叔叔这个脸 这两条过敏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 吃要吃过敏了 吃要吃过敏了 这没事 没事啊 没事 叔叔走 咱带阿姨家里看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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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阿姨 这个是叔叔的家 啊 他这是一楼 他一楼 啊 就是车库他改装了 啊 这车库改的 对啊 你看叔 他给这儿还养了小动物鸡 什么 啊 啊 家里还有鸡 你看完了 一个 就一只啊 就对 小时候他养了玩的 他也没干啥就不能冷了 我就把他养了 啊 这养和玩的 行 那咱上屋里看看 走吧 你先走吧 印象挺好的 老头 印象挺好的 嗯 你说话老科哪样都挺好的 这是自己的 对 三十平 以前是一个车库 对 这房子有产权吗 对啊 也有 那也得有 自己挖的 改的 车库改的 对 这些小屋子 其实你看小 但是什么都有 嗯 你看这边 这电器 嗯 什么 微博炉啊 这地方锅啊 洗衣机啊 冰箱啊 过家的这些都得有 那你吃过天还挺 没有不行啊 你看家里这摆着 这些水果 还有香肠啊 就是自己 女士带玩能吃多少 是不是 那可不是 人生是大 吃不得少 这些水果 这些水果不少 挺厉害的 挺好的 你还觉得挺厉害的 真挺厉害的 你怎么说拿的跟你 都不一样 拿的这够厉害 挺好的 那可不 是我就算够了个底 哈哈 哈哈 我那个整的 的确是 整的老像样的 你还觉得 你有点不隔天啊 那是 挺好的 我这手都弄得 一路鼻子说 你手是已经伤了没有 在这 那谁家过家没 你说把所有人 都往哪儿收 在那是 你那个手是 都挺厉害的 挺好的 这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你家孩子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多大的 41 都自己当够了 都自己当够了 嗯 姐姐那一孩子 嗯 嗯 你几月份什么时候啊 29 1954 啊 你54年家 说哪儿的啊 对 我妈属羊家 55年家 她是10月份家 10月20号 差了一岁 差了一岁 差了几个月 差几个月 差一年那几月啊 啊 说哪儿的 对 我看挺好好的 都差不多 差一岁万岁的 啊 那你该哪个单位上班了以前呢 原理管理头 啊 退了现在 退了 退工职一月多少 一千三 嗯 社保 啊 单位晃得早 嗯 把自己交了 那现在就是留的 嗯啊 现在没上任 完了 晚上还能打个警 对 你虽然退休了 但是自己找到工作 啊 现在晚上还能上 对 对 你不都不没事干的 干什么地方打经 工行 啊 嗯 那多钱呢 一千五 不大反正啊 这一千多块钱也够 这玩意儿多了多 反正病没毛病 你要有毛病就不够活 对 人非有病 有病就不够活 对 那你身体挺好啊 我没上到吧 多多少少吧 都有点 对反 颜色是大呢 对啊 多少都不够活 嗯 我肯定不是下大毛病 对 嘴上说着对 王姨的笑容却慢慢的从脸上消失了 虽然姑娘在这边一个劲的说好 王姨却再没点头 她的这个情绪变化 到底是因为刘德竹的房子小 还是退休工资少呢 嗯 那以后咱俩要真走了一起去 这个钱真不够活 嗯 真的 你看看 两人生活费 再吃点 穿点点 对 你说你国家能没有人情 没来往 没有 你看我这一个人一年 这人情来往老多了 哦 她亲切了我耶 你看就这十二号吧 你看我外女孩结婚 这我姐才走不几天啊 这是人在考虑之内啊 这玩意都得 这话说人们都得必须得考虑这东西 啊 你还都理解 我理解 啊 我理解 这玩意就是啥呢 成语不成 真的是后话 对对对对 话必须得说到前面 对对对 这话必须得说 就是我也一定那么亲身 我虽然说是少 我也喜欢她应该有 应该有老板 我啥 有一钱 是不是两人也就够了 咱是什么意思 明白不 我也希望她有双保 双保都应该有 你看你一月挣钱 脸儿花根本就不行 你看咱俩呀都有 是不是就够了 那就是 我就一个月 一个人 他肯定就是紧搬 那肯定也是紧搬 脸儿省点的 你再省点你就这点钱 咱就别说两千多 就打三千 你说根本他就不够花的 再说这市里吧跟农村还不一样 你看水电费了 卫生费乱七八糟 物业费 那可不 你这费要高吗 不好 你不好又不得交吗 菜单费不到一千块钱 嗯 你是不是用手交啊 对 所以这个物业费一直不得交啊 你哪一样都得交 不交都不行 水费 电费 我也不 你说就是我俩真要走在一起吧 我也不能说我在家我吃的 我也不能说是让这个大哥厨啊 照天去奔波 我也不忍心 因为咋我俩孙子差一差二的 这不是我都说实的吗 那我就退了一了 我就脑袋里头 就咋说咱俩处的工件 我一分钱把彩礼啥 我也不把你要 那起码咱俩结婚 你得给我买几件衣服吧 买点铺的盖的吧 能说我铺的盖的 这就是你这个旧的吗 你说大哥 是 他说我不要啥 他不知道啥 你多少得给我买点啥吧 这些东西我觉得叔叔 还是能承担的 也能承担得起 承担样子许 我还得看点啥东西 看我要的是啥 那当然是吧 那你我得看到有些 一只不是线料 又找又折的那 那我一开始就放门了 没有 我也不能做 我就是这一堆 香风蒜 香风蒜 我非常直爽一个人 我不搞什么饺子 那你这次来啥呢 我这次来两个人是互相扶持 有一颗心就完了 别的都是次要的 起初刘德竹还很理解 王淑蓉对工资的要求 他觉得每个女人来相亲 都是在为两个人的未来做出规划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当王淑蓉有另外的要求后 刘德竹有点不太露着了 刘德竹觉得这与他想找的 两个人要一心换心的初衷不符 侯娘健壮也赶紧把两个人分开 单独进行沟通 虽然你说小吴也这么小 有多憋屈 那是啥房子 这一个车库 我本身条件就不好 往我找他条件还是不好 那你说我图一啥呢 那你条件不好 那你不得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吗 那不行啊 条件我才找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够俩到晚年的生活 你说往我不好吃 我好穿 我挺好穿的 我就总想吧 站在银匙上 不说穿什么高档 什么名牌吧 也得普通不带脸的 我就不愿穿破一啰嗦的 那人家也不是说满足不了你这个穿 我到这家带抹二三百块钱 根本就啥也不是 我要有退休金 就他挣的两钱 我还真的 我不想他挣的少 因为他两钱不够花 我花我自己的 这我自己也没有 他也没有 就这两钱 完了我还不知道他这个人 啥样 你今个要是开局开了两千多块钱 那要花一千多了 花不到下月 他再翻脸 这当然你花了 我俩三天两早 我俩再两下去 你说我那多翻不上呢 他公知咱们说嘛 最低下一个月也得三千到四千呢 你说这人四十大吃不不咱俩 生个病咱俩啥的 你说得咱俩呢 我不得意这个金钱 要金钱方面 你给我来讨压还奖这类东西 我就这点玩 没有 就这一个房一个人 别的啥没有 相中算相不中拉倒 我跟你说 要追一群金钱这些方面的女人 我就是不靠谱 他就跟你说 他就厚到一起的 他要追去的钱 他就是暂时 错到一起 他也过不长 几个月 年八 他就完活了 有这个生活花销 那他考虑上好像 也是很理解吧 正当啊 正当啊 咱们讲是有换一个 对他那个角度 你说呢 千万你得开三千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吧 我呢 其实就这些 我又是开了三千 我 我也不可能是 能遇到你了 这样子我把阿姨叫进来 咱们再简单聊聊 别别别别别 阿姨 两点废话 你聊一啥意思 阿姨 你肥子漏漏 崩崩崩崩崩 没啥崩崩 那你人家就来你家做客 那你再说两句不行吗 这是必备的吧 是不是 怎么你都漏 你人家都漏完了 你跟我也漏完了 你说 你咋漏都是这些事 行 现在是这样的阿姨 嗯 因为你们双方 对于这个 这个条件上 可能还是说 有倡议 我开的就是少 阿姨的 来咋是 现在少 其实他也不少 反正可能是我要求过多 哈哈 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对 别人大哥挺为难的 你这玩意儿 你说怎么说呀 这玩意儿都没法说 你能给当下 你来回说这么 也不容易是吧 脱河 那你能理解呢 是 是吧 再说你两个人到一起 你说那玩意儿 让你直接就拍板 或者是行或者不行 谁也拍不了 这谁能拍得了板 这板拍不了 对对对 他只能说是回去 你一说有死女的了 或者说回去考虑考虑 上来上去 是不是 他就去探了个眼儿 啥也没有 对 谁也被当谁 对对 这玩意儿就有力量 你那是不是刘哥 对对对 嗯 行 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看得出来刘大哥有些不耐烦了 王大姐的各种否定啊 让大哥呢有点委屈 甚至呢和我们的红娘心也说啊 女人相亲都是奔着前来的 我相信呢 大哥只是一时生气在这么说的 冷静想想 咱们王大姐考虑的呢 也不无道理 毕竟呢 都是想找携手走完余生的人 大家呢都想过得舒心一些 没有压力 相亲之后啊 王大姐呢也和红娘说了 考虑到自身情况 如果在长城市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对象 她愿意呢去农村生活 我感觉大姐呢是真的在为自己的幸福做打算 有的时候啊妥协呢不是无能的表现 而是另一种选择 日子过得好不好 不是给别人看的 是自己内心能真正感觉出来的 相信大姐呢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找到幸福 而咱们的刘大哥呢可能是对于前妻的思念太久 沉浸在一种情感当中跳不出来 不想降低自己的要求去争取 希望呢大哥慢慢的调整自己 下一次遇到幸福 用自己的深情和真心去打动对方 你就会发现啊 女人在一段感情当中 并不是只要求金钱 好了电视机前如果对我们的大哥大姐有演员的 就赶紧和我们联系吧 报名电话还有微信二维码 都在屏幕上方为您准备好了 随时恭候您 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没吵着呀 不管相亲成不成相逢的酒得先喝一种 喝完再定这事行不行 乡里相亲就想吃老伴儿包的饺子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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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